我们人会犯错是因为无名 无名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当下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当你们问师父时 师父,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业障 或者你问师父 师父,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如理如法吗? 其实这个时候你心里已经无名了 因为你自己搞不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会不会有业障 会不会不如理不如法 师父教你们的佛法就是让你们破迷开悟 比方说,你们现在很多人许愿吃全素 你吃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想再造杀生的业障 你不再造跟动物结怨的业障 这不就是明心吗? 你心里明白杀生会给自己带来业障 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怨解 你选择吃素就等于你在断饿 你不再杀生 你还经常放生 这不就是修缮吗? 学习佛法最终就是让我们断饿修缮 你从无肉不欢到如素人生 你的佛心已经在显现 佛心显现的过程 就是破迷开悟的过程 你的佛心显现的越多 你的迷惑破除的就越多 佛法就是帮我们破除迷惑 破除无名的 师父现在除了法音开示 师父在问答和图腾节目中的佛法开示 也清除了很多的能量 法音听不懂 看不懂的时候 你就要多听问答 师父一边在法音里帮你们开悟佛性 一边在问答和图腾中帮助你们破迷开悟 学佛就是学到了 你还要知道该怎么做 法音就是教你们怎么修心修行 教你们怎么提升境界 这就叫引领 师父在问答和图腾中教你们怎么做 你们去运用实践了 这就是知行合一 师父告诉你们 观世音菩萨的佛法 妙得不得了 你们哪个弟子跟着师父修 最后还不能让自己开悟的 师父心里会很难过 师父经常告诉自己 众生的慧命大于天 当你们不好好修的时候 当你们不爱惜自己慧命的时候 师父的心里非常难过 在你们不珍惜自己的慧命时 你们第一个对不起的就是你们自己 所以在修行中一定要破无名 破除无名才能见到自己的佛性 没有破除无名 那么你就会一直犯错 我们在人间不能经常犯错 经常犯错 经常做出没智慧的事情 你就是在作践自己 在地狱里面被判头畜生到的那些人 每一个人都是恶贯满盈 在人间造恶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资格 你们想想看 你们在忏悔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你用真心忏悔的时候 你的业障就能消得多一点 你没有用真心忏悔 只是泛泛的讲我错了 就相当于你拿了一块橡皮擦 你在擦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没有用力 那么你就擦不干净这个脏的地方 听得懂吗 只有用真心忏悔 反反复复的忏悔 你反复去擦这个脏的地方 你才能把它擦干净 你不断的忏悔自己做错的某个事情 这个业障总有一天会被你忏悔掉 万恶本源皆因心 守心护心不造因 破除无名见佛性 三佛引领如明灯 最后悔尽悔